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儿的AI技术学堂 上一节课给大家分享了如何用我们的Migerly来还原一个动漫人物 非常的神奇 我们的新手伙伴们你们学会了没有呢 如果还有新手朋友们不会用这个Migerly如何绘图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小鱼儿往期的一些视频 在这里有一些基础功能,还有一些参数的一些设置 还有包括如何掌握Migerly绘图的八大要点 那么在这里今天小鱼儿同样给大家讲的还是一个Migerly文本渲染 自从Migerly升级以来到现在已经到了V6版本了 那这个V6版本的话是比前面所有的版本都要更加的厉害 特别是一个文本渲染啊 想要生成一个带有文本的图像 那么这个V6版本真的是没话说 这里给大家展示一组小鱼儿绘的图 上面都是带文字的 可以清楚的看到我们上面的文字啊 非常的清晰 看一下还是带一个带一个光的 这是一个产品的图图片 字幕非常的清晰 这里简单给大家展示一下 那这些文字都是怎么生成的呢 接下来小鱼儿一步一步揭晓 在这里呢我们的一些新手朋友们 如果说还没有一个Migerly账号的 我们需要先注册一个Discord的账号 来到我们这样一个Discord社区 找到Migerly的一个界面 这里可以看到Migerly虽好用呢 但是它的收费不便宜啊 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Migerly的一个官方的一个价格 那这里是可以看到我们一个标准计划 一个月每个标准计划一个月是30美元 合成人民币的话是210元一个月 对于我们还没有开始挣钱的新手朋友来说呢 这个是不可取的 所以这里呢小鱼儿强烈推荐大家可以去拼团 去合租 这里呢小鱼儿会把链接呢 一个合租链接呢 放到一个描述栏啊 大家可以点开小鱼儿的视频 那么视频的描述栏呢 这里有一个Migerly便宜合租 大家可以点进来 我们了解一下合租的价格 那在这里啊 如果说这里面都是一些常用的工具 有需要的大家可以自取 这里有一个GPT 这里Migerly我们点进来看一下 这里显示的是59块钱一个月 我们可以选择拼车啊 这里10人共享年付的话是720 标准的话只有400块钱 相当于我们刚才一个月 我们两个月这里就可以用一年了 这里还有月付的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建议这个年付的话是更划算更优惠 付款方式呢有两个选择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就OK了 那这时候回到我们的一个Migerly 我们只要有那个Migerly的账号啊 有那个工具 我们才能进行我们的下一步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炫酷啊 这个文字 我们在平时绘图当中呢 可以把我们需要的一些文字 字幕 在绘图的时候就直接把它带进去 可以通过参考以下的提示词 简单的生成出来一个 字幕的一个图片 那这里呢 那这里呢 小月分六个点来分别给大家讲一下 添加各种不同的一个文字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就是在一些产品上面 添加一个简单的标识 比如说我们的帽子 在帽子上写上一个字母 目前为止呢 Migerly生成文本方面呢 它只支持一个英文啊 不支持中文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想要表达的文本呢 给它翻译成一个英文 那么这里呢 小月同样用的呢 恰了GPT啊 让他帮我生成几个带有字母的文案 描述五个不同带有 不同英文字母的一个帽子 并且说出帽子上的英文字母 这里就已经描述词就出来了 这里呢就拿一个牛仔帽来举例 一顶休闲的牛仔筒帽 非常适合轻松的造型 帽子的帽颜上刺绣有字母GK 并添加了个性化元素 那这就是一个描述啊 我们生成的图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GK啊 每个帽子上面都有这两个字母 还是是一个版本 是个不同的风格 那么你可以在你的任意产品上面添加你的一个logo文本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手套 比如说我们的毛巾 或者说我们的一个袜子 上面带有一些文本 那大家都可以这样来操作 这是一款非常有个性的帽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字母也显示的非常的明显 看一下 这是一个涂鸦风格的一个帽子 非常的时尚 那么这是第一个在我们的一个物品上面呢 来写一个文本 大家看一下这组图片 我们的文字可以用于我们的一些产品上面 现在很多产品上面都会有一些logo 当然这里面的字母呢 是小鱼儿随便 用GPT生成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 改里面的一些字母 可以清晰的看到这里面的一个文本 在这里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V6版本啊 它才能生成出来一个这样的效果 把你要写的一个字呢 文本啊 用一个引号把它写在引号里面 通过设置好文本名称和模糊背景啊 大家可以看 模糊一个背景 我们就可以轻松的生成出一个专业的一个图像 那这是一瓶精油 背景模糊了 字体非常的显眼 我们要做一个产品的效果图 那么就可以尝试着用咪精力来做 这一组也是一组产品图 大家可以看到 一个蜂蜜啊 这个文本渲染真的非常的厉害 这里还有一组保温杯啊 看一下 只要我们能清楚的把你想要 想要的意思啊 一个英文 直接描述到里面就OK了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点啊 那第三点呢 是还有许多其他有趣的一个方式啊 来显示这个文本 比如说在我们一些服装上面 添加有意义的文字标识 那这样的效果是怎么样得到的呢 我们可以在里面添加超现实 新闻摄影等词条 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那么看一下我们的衣服上面的字母是清晰可见 再看一下这一组图片啊 衣服上面的一些字母 通过添加词条 然后就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还有这一组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 衣服上面的一个英文字母 生成了一个非常逼真的一个文字显示效果啊 这个我觉得效果是非常的棒 这里看一下我们帽子上面生成的一个文本效果 那第四点呢 我们在描述词里面加入一个大写字母 我们还能得到这样一个效果 这就是出来的一个大写字母的一个效果 超逼真 让这个文本呢 更具视觉冲击力 这个效果是不是很酷 再看一下这个 有没有一种大片的一种感觉 那么这样的效果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我们要选择一个超写实 新闻摄影风格 再加上一个大写字母 就会得来这样一个效果 那这里的小游的字母是没有改的 它这里是生成的是一个密集儿里 大家可以把这些字母改成一个你想要的一个效果 这呢就是我们一个超写实风格啊 然后是一个新闻摄影风格 也是超逼真的 看一下这一组图片 非常的完美啊 这个真的不像是AI能画出来的图 再看一下这一组 那么你想让这个字母出现在什么地方 在你描述词里面说清楚 就能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定义一个字体的材质 通过在提示词中 添加一个 我们给它添加一个用冰做的一个磁条 就能得到这样一个效果 我们可以将字体的材质替换为冰雪 从而呢 创造出一个独特的视觉效果 大家可以看 这种材质定义功能呢 不仅限于一个冰雪 用户们呢 你们呢 可以发挥你们的一个想象力 尝试一个各种不同的一个材质效果 如金属啊 或者匹格等等一些材质来生成出来一个效果 看一下啊 这个冰雪做出了这个数字文字啊 非常的炫酷 那么这里呢 小鱼儿都是随便添加了一些字母 很随意生成出来的啊 这个效果大家都 非常的哇塞啊 非常的酷 总之呢 这个Mijuri V6版本的呢 具备强大的一个文本 渲染能力 为我们提供了无限的一个创意空间 那么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一个想象力啊 可以用我们的一个Mijuri来创造出 更多任意风格的一些字体和图像出来 那无论是设计品牌标词 或者制作海报 创造一些插图 还是进行一个艺术创作 Mijuri呢 肯定都能成为我们手中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绘画工具 它的灵活性和可定制性 使得我们每一个用户呢 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和技巧 从而来我们做出来更多的一些 令人惊叹的一些作品 更多的一些关于文本的一些绘画 等着大家去发现 那这里呢 小鱼儿也会把一个Mijuri的一个链接呢 放在下面描述来啊 还没有账号的朋友们 赶紧去行动起来 今天那小鱼的课程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那还有很多新手朋友们呢 对Mijuri不是很了解的啊 可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往期的一些基础教程啊 从基础开始学习 相信你们也是那个绘画高手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